嗨 大家好 欢迎回到18分钟的那集 我是嘉瑜 我是亚群 我是思杰 好 今天也一样就废话不啰嗦 我们立刻来把我们的问签筒摇一摇 问签 好可怕 其实大家一定都没有想到 我们在抽这个签的时候 其实压力都蛮大的 非常忐忑 OK 今天想要跟大家聊聊的主题是 接触心灵工作的经验 蛤 其实到底什么是心灵工作啊 什么 宠物沟通师也算心灵工作 我觉得宠物沟通师应该算 但我认真的好像完全没有 我其实直觉会觉得是灵媒啦 算命占卜师这种 也算啦 也算 可是师姐不算命的吧 我自己从来都没有算过命 就我自己 但是我妈妈会算子为斗数 然后她有 就是我们家也经历过一些 就是他们去找一些老师或干嘛的 这种还是有的啦 台湾人嘛 就是这个事情还蛮常见的 那你妈有跟你说什么吗 有一个事情 我好像有讲过 在Podcast我不知道有没有讲过 反正就是那阵子 我们家发生很多事情 第一个就是上一次我有讲到说 我追尖犯突出 跟被误判说可能有癌症 的那阵子 然后同时间我爸爸那个时候 因为他德高望重 所以薪水很高 公司第一个可能就会想要把这种 资深的人拆掉 所以公司那时候在决定说 要不要把他拆掉 所以我爸就会失业 然后再来就是我的阿嬷要动脑癌的手术 那成功率很低 所以我妈就觉得说 怎么同时间这么多事情都来 所以她就想要去找老师 去让他们看一下 结果呢 这整件事情到完全结束之后 我才知道我妈当时做了什么 我先讲结论 结论就是我爸的工作 竟然的保住了 然后我那个癌症是误判 然后我阿嬷的手术成功了 好 那过程发生什么事情呢 这些事情都已经尘埃落定之后 我妈就跟我讲说 其实当时 那个老师就是真的给他们一些建议 那他就把我一件衣服拿去擦了熊黄 然后我们家的那个天花板的某一个角落 被贴了一张符 然后我爸甚至喝了一个月的符水之类的 那不贵 我觉得最可怕的是呢 其实思杰家 或者是说思杰本人是信基督教的 其实严格来讲 也没有到那么虔诚 对 就是我信基督 我喝符水 我教啊 但我跟大部分台湾人好像都 但我不拜拜的 我倒是有一个跟思杰 蛮类似的经验 不过我其实好像在 之前的Podcast就有讲过 所以我知道有很多人一直敲碗 要我们讲鬼故事 但如果真的想听鬼故事 可以去我跟Ryan 就有一起录过的那一集 就是讲北飘 很早以前了 对 讲北飘仔 讲租屋 因为我所有的鬼故事都发生在家里 对 然后跟思杰的经历有一点像 就是我小学五年级到国二 反正就那三四年之间 就家里也是陆陆续续出事 就包含我爸 就是脑中风 脑血管破裂 然后送家户病房 而且那时候是已经到 要签那个病危通知 就有发病危通知 然后我妈也是 因为盲长眼的关系开刀 然后结果后来就是引发 变成附膜炎 然后附膜炎就蛮严重 其实蛮严重 对对 其实蛮严重 也是那种会有病危通知的手术这样 我妹的话是在学校里跟 同学在教室里面追逐 然后我妹的衣服被 黑板的沟槽勾到 所以她就跌倒 但她跌倒之后韧带就断了 所以我妹就是直接 我本来想说这个故事的起头 其实还蛮轻微的 对 蛮杀眼 但是最后韧带断了 也是蛮严重的 对 我们就想说 在学校里在追逐 对 能怎么样 她就韧带就断了 然后就坐 就坐轮椅 就打石膏坐轮椅 应该有坐几个月 那一阵子你有发生什么事吗 我被车撞了 哇 对 我出车祸 对 但是我出车祸是 立刻站起来离开现场那种 家瑜身强体装 对 因为我那时候觉得很尴尬 我只想赶快站起来离开 然后他们就停车 下来问我有没有怎么样 我就一直跟她说 我没事 我没事 然后我就扶着墙壁 一路走回家 超奇怪的啦 对 但是我一回家之后 我其实就站不起来 哦 就肌肉可能有些损伤这样子 但我后来有去医院看啊 医生就说 哦没有啦 你这就 就应该是 瑜伽 我不知道 因为医生就说 没事没事 你看这边肉这么多 我就很傻眼 可是其实我也是 当下是有点没办法走动 然后就有点败咖这样 反正就是 家里的也是 每一个人都陆陆续去出事 然后跟那个时候 在家里还有发生 其他的灵异事件 所以总之就是 妈妈呢 就去找人问事 然后就去问了一个 应该就是一个神婆 然后那个神婆小姐 神婆婆婆 就说 家里有鬼 就说有鬼 鬼住在家里 然后鬼不开心这样子 是认识的吗 哦 是不认识的 我不知道 就是她这样讲啦 然后我们所有人 都非常惊讶 她就说 就是有一个 有一个太太还是什么的 OK 对 所以我们就 要跟她讲说 要怎么样才可以 请她 就是让她 可以放心她离开啊 这样子 然后他们就指定 要我跟我妹 在某一天晚上 过十二点之后 踢整蓝的金纸 去我们家附近的庙 烧她 那时候你几岁 我那个时候应该是 国一国二吧 那很可怕 因为妹妹又更小了 对 她又再小我两届 那你的神很坏耶 深夜吗 对 就是要一过十二点之后 就从家里出发 所以我一过十二点 就跟我妹两个人 踢着金纸 然后就去附近的庙 而且她要求是 好可怕 实在是太像 在拍综艺节目了 对 她说全程 不可以说任何一句话 所以我跟我妹 就是一看时间到 我们两个就 踢着东西就出门 然后就去 开始烧那个金纸 而且半夜 根本就没有人 庙也没有人 然后我们就 把那个金纸炉打开 我们就开始 一直烧那个纸钱 然后中间 一度因为 真的太好笑 就我 你知道有时候 你会突然回神想说 我是谁 我在干嘛 我在干嘛 对 对 然后我就笑出来了 就跟我妹两个人对看 然后我就笑出来了 这个应该不算讲话吧 应该不算啦 但是总之 算我也没办法怎么样 然后我们就把它烧完 然后就回家 重点就是 后来就真的没事了 结果是好的 就是没事了 其实后来我们也就 再隔几年 我们搬家这样 那搬家之后 也没什么事情 就很奇怪 对 但总之就是没事了 那我刚想到 其实除了Ryot那一集 我们其实也跟仙姑 录过两集 里面也有很多故事 对 如果真的有点爱听 这种偏灵异类的故事 也可以去听我们 跟仙姑一起录 那两集 那两集也是有一些鬼 而且是很 很执着的台南鬼 对 很神奇的台南鬼 什么啦 对 深情又浪漫的 可怕台南鬼 那我刚刚问你说 就是那个鬼是 认识还是不认识 是因为 刚刚我讲的这件事情啊 也是祖先吗 后来据说 是我阿公的某个弟弟 祖先啊 对 然后 因为我们家 我爸我妈跟我 基本上都完全没有 这种体质 或这种感应 然后老实说 我个人就是一个 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 就我也没有太放在心上 可是我姐 从小到大都说 她自己感受得到 嗯 然后这整件事情的起因 就是她梦到了一个小朋友 在哭 还是怎么样的 然后后来 那个老师就讲了 这件事情就说 应该是你阿公的某个弟弟 然后我们 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人啊 后来真的去问了 是夭折的 还真的有这个人 嗯 所以我本来都完全觉得说 这个事情就是 感觉很多都是乱讲的啊 但是听一听觉得说 哇 说不定还真的有可能是真的 所以你下风吗 我没有下风 我只觉得说 哦原来是这样子啊 就是有一种 发现一些新的事物的感觉 这样 因为这种是真的很怪耶 因为我仔细想一下 我们家也有类似的 然后 大家其实都有多多少少一些 就想到这边就觉得 祖先们也是蛮容易放不下的 因为祖先们好坏耶 因为我家其实也是 那几年也是我家 我还很小 我可能国小 还是刚上国中而已 所以记忆不是那么清楚 但就是知道家里不是很顺 可能也是生意失败 然后家里有身体健康 状况不好之类的 那我是到蛮后来也才知道说 好像那时候 爸妈也有去 可能也是问世 或算之类的 因为我爸他好像很小就离家 不知道算离家出走还是什么 我爸其实是没有 跟他自己的家来联络的 所以这些年来 他好像也没有回家去 什么扫墓啊 什么他都没有参加 然后可是后来 我们就搬回台中了 因为我爸小时候就是台中人 然后听说啦 我印象中那时候 就是老公老师也是什么 就跟他们说 就家里面的祖先 也不是很开心 哦原来很小就离开了 就没有在拜他们这样 对然后好像真的 我爸后来就 还是回去祭拜了一次 之后好像就事情就好一点了 太神奇了 祖先们实在也是蛮放不下的 对如果大家对祖先们的故事 有兴趣的话 还可以再听我们上一集 三十岁那一集 就是我们也有分享了 同事祖先生气的故事 不太确定 但祖先也有可能是有好意的 对但有感兴趣 都可以去听那一集 祖先一推 学代全美 哈哈哈哈 你们考试的时候 有没有去拜一些什么文昌 这个一定有啊 这个一定有 但是没有什么 也不是说没有什么帮助 因为我小时候算命 然后我妈就跟我说 算命师说 文昌帝君跟你很有缘 哦很有缘 对很有缘 所以我后来甚至是 不管要求什么 我好像都会想要跟文昌帝君讲 觉得比较麻吉 因为我就觉得说 这就好像说 你想要去一间公司应征 但你不见得要去找人事部的经历 走后门啊 你就认识 那就算他只是 比如说他是那个 可能是创意的也好 或者他其实是业务部的 但总之有认识就比我们有机会 所以就算我要求某一些事情 可能也都会去找文昌帝君 文昌帝君照的 对请文昌帝君 再去跟他同事讲 这样子 就有点这样的感觉 因为我妈那时候就觉得说 一定要去拜 然后 我其实小时候就是 嘴巴很硬的一个人 所以我就真的去拜的时候 我就心中 因为他不是要讲说 什么我是谁谁谁 然后什么时候要去考 还要讲你的那个户籍地 跟居住的地方 然后我就在心中默念 就是我是谁谁谁 然后就是我妈妈叫我来拜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就考得上 你有什么毛病吗 我就说我当时嘴巴很硬 我长大就 个性就软很多 但我以前就真的是比较 嘴巴很硬的 我很好奇 就是那时候 如果是神听到的时候 不知道心里做何反应 应该就觉得 OK OK 那你干嘛来 这家文昌帝君照的 话说我之前有 自己去找算命师这样 然后很年轻的时候 应该25岁 然后我真的是进到 那个奇怪的二楼 里面坐满了人 就是所有就是 是真的有那些人还是 什么意思 我只想说坐满了人 可能是别人看不到的 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都是一些老老少少 但基本上都是中年人 甚至以上 就还有也有很多 那种婆妈级的人这样 然后后来才知道说 因为那是同事介绍的 然后好像说 那个老师非常有名 就是很多那种大老板 人家取公司的名称什么的 都会还会特别 去找他算 然后就很有名的一个老师 然后我先不讲 他算的准或是不准 但是我后来去想 跟回家去Google之后 想说他可能是走 有一些引导是不是 他可能是走养小鬼 那个路线的 是这种套路 我也是什么心理的一些 学术上的一些 不是不是不是 因为养小鬼的套路 就不一样 像他有些是要算 紫威斗数嘛 或是什么塔罗牌 要抽牌 紫威斗数就会给你 要生成八字 他会排盘给你看 对不对 但是那个老师完全不用 就是你一进去就坐下来 然后他就会说 你是那个谁谁 因为你会写名字 就像登记 然后就说对 然后就这样盯着你看 然后就一直盯着你看 然后就会开头讲 一件你无法辩驳的事情 然后就直接掳获你的心 先给你个下马威这样 对 然后据说这个就是 养小鬼那一派的人的套路 因为他就是有小鬼 然后小鬼会把你身上的灵 叫出来沟通 OK 所以有一些事情 他小鬼就会知道 但是据说 也有人会说 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他在推算过去的事情 是会讲得很准 因为灵知道 对 可是未来的事情 你的灵也不知道 所以有可能 他前面那个下马威是真的 推的东西其实不见得这么准 但因为已经信了 对 因为你就真的会被振折到 像我那时候是跟我朋友一起去 然后他讲我的东西 我就没有很买单 就是还好 然后他讲我朋友 我朋友是真的有吓到 因为他就问他说 是不是有改过名字 你这个名字改得很好 然后我朋友改名这件事情 非常的低调 甚至连我们大学同学 几乎都没有人知道 对 然后他就觉得很惊讶 然后他就讲到 就比如说他是单亲家庭 然后家中还有另外一个手足 然后家里什么关系不错之类 类似像这种 就都说得蛮准的 但是结果就是 像他本人的经验是 那个老师到最后就跟他说 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你不可以去当人家小三 知道吗 知道吗 我基本上会给任何一个 我的朋友这个建议 对 然后他就一直跟他讲说 因为你现在这个男朋友 不会是你最后那一个 他就这样讲 他就说你会在 32岁的时候 遇到你的真命天子 讲到这么细哦 对然后33岁会结婚 Oh my god 然后就这样讲 然后最后一直跟他讲 跟他讲两三次 要他大一不可以当小三 但是就在今年 我那个朋友 嫁给他当初那个男朋友 吓回跳 我喜欢你要讲什么 没有没有没有 他最后就是 嫁给当初那个男朋友 OK 对 就是一直都是那一个人 然后 但如果硬要讲的话 确实也是 在他33岁那年结婚 好厉害哦 对就是 如果这样讲 就有可能他当了小三之后 就是走向他那条路 我不知道 因为我那时候 我朋友算完出来之后 有点失落 因为他还蛮想 跟男朋友在一起 我还蛮想当小三 他那时候有想说 如果老师讲的 可能很准 因为他可能最后 没有办法跟这个男朋友 在一起 但是他可能会变成 那个男朋友的小三 对他那时候 就已经有一些 神秘的想法 可是这就是为什么 就我从小到来 我自己都没有去算过 然后我也不怎么 听别人讲 像我妈会讲 我的指挥 都是什么 我也就是听听而已 我就觉得 一定会被影响 就是自我暗示 听之前跟听之后 一定会被影响 我就觉得 就是很不想要 被掌控的感觉 然后那个老师 是跟我说 他一进来 可能也是想要 挣折我一下 然后但我 其实有点忘记 他跟我讲的东西 是什么 但是我 就是我那时候 觉得这个东西 还没有到 真的很强 就是OK这样 然后中间有一度 是他想要问我说 他说你现在住的 住在家里 对不对 算是住在 爸妈给你的房子 然后我就跟他说 不是耶 就是 我就一直纠正他 但原因是什么 他就说 没什么不是 就住在家里 就是跟家人住一起 就是住在家里 他一直在扩大 他的那个解释 然后我就跟他想说 因为那个时候 我其实是跟我妹 还有我那个时候 男朋友 一起住在我家 因为我家的爸爸妈妈 都不住在家里 OK OK 所以我就跟他说 我就想说 其实这样讲不太算 因为你也知道 我是很校正的那种人 对 就是会问我说 你们是不是好朋友 然后我就会突然 没办法回答 所以他就跟我说 是不是就是 反正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 就算住在家里 我就跟他说 其实 我其实不太算 就是跟爸妈住在一起 这样 然后他就说 你爸妈有帮你付房租 那就是住在家里 就是他又再扩大解释 然后我就跟他想说 我爸妈其实没有付房租 那个时候房租是 我跟我 那个时候的男朋友 还有我妈 我妈有出 就我们是三个人 一起付了那个房租 所以他非常 非常混乱 到最后就是我觉得 算了不要跟他沟通好了 因为一直打他脸 然后我家的情况 就太复杂了 就是很难解释 但他那个时候 有跟我讲说 你爸 叫你爸不要再做生意了 你爸是一个常败将军 我超傻眼 关于这一点 嘉宇的评论师 超级准 因为他就一直讲说 你爸他做什么事情 就是都会一直 屡战屡败 还不是屡败屡战 是屡战屡败这样 而且他还写 他是常败将军 他想说 也不必要给他这个头衔 就是不要做就不要做 不能做干嘛 什么东西 然后他翻来也是讲一讲 然后他后来也是说 你呢就是 31岁会遇到你的 真名天子 然后33岁会跟他结婚 这样 等一下快咯 早就过了 都过了 31跟33都过了 可是这件事情 确实有让我在30岁 因为他那时候想说 31岁应该是虚岁嘛 所以大概是30岁那一年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 认识的对象的时候 就会特别紧张 但事实证明就是 那不是他吧 也只是一场空而已 没有都没有 就是那些 我通常都只 我也不会很信嘛 就我也不会觉得说 我今年遇到的一定就是他了 之类的 那会放在心上吧 会会稍微放在心上 对 就是也是会有一点点 那个自我暗示 但是因为有太多东西 都不是很准的 你就会觉得 就是稍微有一点 不是那么买单 而且加上你知道说 养小鬼的套路 可能是这样子 所以未来的事情比较 他没办法推的 真的非常的准 对他可能到你 这个当下为止之前 他可能都是很清楚的 这其实比较适合做真心 适合不是算命师 对就带男朋友去 然后问他有没有偷吃 现场问 对就是 没有啊 就骗他说要去算命 但是其实想要知道 他有没有偷吃 一些过去 对这种的 可能可以去找他 对那我不知道 像塔罗应该也算是一种 心灵工作 亚群的经验应该是蛮丰富的 可是我刚刚就在想 就是我算塔罗 其实应该没有算很长算吧 但就是比如说 三个月或半年 想到会去算一次 可是我现在觉得 算塔罗对我 有点像是事实确认 就因为我也觉得 他怎么讲 就讲未来的事 本来塔罗就不是 那种就比如说你现在 因为你是这样想 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但可能两天后 或怎么样 你自己的决定改变了 他就可能不适用 但是对我来说 塔罗可能比较像是 我现在这样想 然后塔罗让我觉得 讲得很准 我就可以更确认 自己的想法 算是坚定自己信心用的 对 所以我也不太会拿塔罗 来算一些 比如说 假设我今天决定 要换工作 我会问塔罗 这个决定好不好 你可以问我啊 对 我可能直接问思杰 会比问塔罗更那个 蛮准的 对 思杰或家里会更准 但就是会比较 确认自己的心意 所以我就觉得还好 就是那种算未来的 我们有很期待 从算命里面 得到这种答案 我想到之前 跟他们分享 之前好像也有讲过 就我去算那个塔罗 然后塔罗牌就说 我在这一年内 遇到的男生 全部都会在考虑 别的女生 所以我那一年 认识所有新的男生 就是男生朋友之类 我都会 他只要多跟我讲两句话 我心里就会想说 哼 还不在犹豫别的女生 好烦 真的 包含上那个时候 其实有认识 一个男生朋友 然后也还算蛮熟的 但是他有一次 就是聊天的时候 他就一直有点 可能很忙还是什么 他就有点恍神 然后他后来 有传讯息跟我道歉 就说他好像 不好意思 因为他就是 在想别的女生 对我那种事情就想说 哼 八成在跟别的女生 哎呀 我的天哪 但是好像其实不是 就是很 过了很久之后 我想起来 就想说 其实应该不是 应该是真的在忙一些 比如说工作的事情 还是什么的 好惨 我想到我这件事情 已经不算是心灵工作者 就纯粹是神明了 就是我上个周末 才去个峡海城隍庙 然后其实我有抽一支签 然后我还没有跟你们讲 就是是上几千 好棒哦 可是月老就跟我说 他叫我干嘛呢 就是要对身边的人好一点 因为我会透过身边的人 介绍认识 哦 对 所以他特别提醒我 现在开始要对身边的人好一点 可是透过我们 压力非常大 应该都是穷人 我会帮你过滤有钱人 我们可以帮你找游 开特斯拉的 很努力啦 很努力啦 我会对你们好一点 那请你们也对我好一点 不知道Podcast听众 算不算我们身边的人 require 帮你的 email 和付照 beings 说忍 流lez 你 Aufg rice zy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